你看这个色泽搭配 真是太完美了 太漂亮了 又是一道不舍的鲜的菜 都美味佳肴 好 那我还是得尝试一下 哇 我就感觉这个鱼皮啊 特别特别的 有这种胶质感 哈喽大家好 我是Jacky 本期视频 这一道和大家分享一道 雪鱼配很特别的 蒜头青辣椒酱 那让我们开始吧 Let's go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 红辣椒 青辣椒 蒜头 以及红葱头 我们现在给它 稍微的改刀一下 红葱头 给它切掉两片 然后去掉外皮就行了 现在 把这个大蒜 稍微切出一个口来 好 像这样子都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处理一下 这些辣椒 然后把这钉切掉 然后把里面的这些纸去掉 要不然会很辣 一样的做法 难怪你要戴手套 因为这些这个好辣 这很辣 不戴这个 待会整个皮肤都会有 都会有烧躁感 对 好 这辣椒 我们已经去掉里面的纸了 现在我们给它改刀一下 斜刀 擺在一旁 配菜 这些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吧 好 现在热锅 下点油 下我们的蒜头 葱 要葱白这一段 然后下这些辣椒 在干嘛 煎煎呢 然后呢 然后不告诉你 哈哈哈哈 猜我就会知道 哈哈哈哈 就知道你会这一招 接着看吧 好 这个时候给它撒点盐 嗯 这个胡椒粉 最后面 把我们这个 锅水放进去 前煎然后给它翻一下面 蒜头就不用理它了 然后我们就检查一下 如果起焦的时候 把它反一反 很快就可以了 稍微再煎一下就可以了 稍微再煎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颜色 就OK了 把它拿起来 好 葱也是差不多了 这一部分是我们刚才处理完的 待会用来打酱用的 现在呢 把这个蒜头 轻轻的挤出来 太可爱了 还不用包皮 不用 特别的容易 对 这个方法好 这些呢 我们就用来 调制酱料 把它倒进来 还有准备了一些 打酱用的鸡 两间鸡蛋 两克的鸡粉 一克的白糖 一克的胡椒粉 一克的盐 五克的红酒醋 三大勺的 萝卜细 先打完了 我们就给倒出来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块朋友送的鲜鱼 我们先给它下点盐腌制一下 不需要太多的盐 稍微一堆堆就可以了 胡椒粉 好就这样子稍微的粘上一点就OK了 好我们下面就开始煎吃吧 下面热锅下游 锅已经开始冒烟了 这种1.5公分厚的鱼呢大概两分钟一面就OK了 好现在给它翻到另外一面 是特别漂亮的颜色 关火OK的了这个鱼 现在我们装起来备用 下面我们就开始摆盘 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这个紫薯 好摆上我们的酒绝 现在我们就淋上我们今天特别的酱 我们要用最简单的食材 做出最美味的佳肴 对的还有最好看的 画龙点睛最后一笔 好今天这个作品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看 你看这个色泽 搭配 简直太完美了 太漂亮了 又是一道不舍的食的菜 都美味佳肴 好 那我还是得尝试一下 我就感觉这个鱼皮啊 特别特别的有这种胶质感 而且我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 哇有质感 这个鱼皮 看来看 特别的嫩 对不对 哇好棒 好 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酱是什么味道 来这里来 嗯 这个鱼首先皮香又嫩 而且你看它这个又拌一块块的 这个酱呢 哇 酸中带辣 又有很浓的这个蒜香味 哇 搭配这种鱼啊 特别特别的完美 给我吃一下 来你尝试一下 哇 哇 太棒了 这鱼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来我们看这个紫薯 紫薯又带点饱腹感 对 你看多漂亮 嗯 特别美味 今天呢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喜欢的同学们可以尝试一下制作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好吧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